重感情的人,很不了心,不怎么会拒绝别人,因为他们知道被拒绝的滋味,所以不忍心去伤害别人。 宁愿自己累点,苦点,也会尽心尽力满足别人。 重感情的人,很不了心,不会围满别人,因为他们懂得换位思考,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,体谅别人的心情。 宁愿自己受点委屈,也不想让别人不开心。 重感情的人,最实在,不会为了钱财利用朋友,不会为了利益伤害亲人。 在他们眼里,钱财只是身外之物,感情才是最珍贵的东西。 重感情的人,最懂事,不会得寸进尺提要求,不愿意总是麻烦别人。 遇到事情,自己解决,受了委屈,藏在心里。 重感情的人,容易满足,也容易感动。 一句简单的问候,一个温暖的拥抱,就能让他们受宠若惊,把你牢牢记在心里,为你毫无保留付出。 可是,重感情的人,往往也是被伤得最深的一个。 他们真心待人,没有手段,不会算气,更不懂方人之心不可恶。 所以被伤得最重,重感情的人,最傻,最让人心疼。 如果你身边有重感情的人,请好好珍惜,因为重感情的人也会伤心。 当他们心疼离开后,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 愿所有重感情的人,都有人心疼,有人呵护。 愿所有重感情的人,都被世界温柔以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